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开始我们这个 C元和程序设计这个快速入门这个课程的学习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 规范编码的一些方法 然后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讲我们这个规范编码 初级的第二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 在这个主题里面呢 主要给大家讲三个内容 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C元代码的一个注释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代码的一个命名 代码的里面关于变量和函数的一个命名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如何来完成这个版权和版权声明的这个书写 主要给大家讲这三个点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那么我们C元里面呢 实际上有两种方法可以进行一个注释 下面就给大家具体讲一下 那么我们直接用代码 直接用代码来给大家讲 还是在这个代码里面 这个代码里面 实际上这个代码呢 它有一套比较规 有一个比较规范的代码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注释呢 实际上有两种 有两种 我们在这个代码里面看 一种就是用两个斜杠来写的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键盘上呢 就是打它的一个右斜杠 右斜杠 打两个斜杠就可以实现一句话的一个注释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一个叫块注释 叫块注释 那么块注释的一个写法呢 就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这样子 这样一个斜杠 然后一个信号 然后呢 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写很多的一个注释语句 相关的注释语句 你可以写写在一行里面啊 你可以写写成多行 然后呢 结束的时候呢 用一个信号 再加这么一个下滑线啊 就可以了 然后相关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些 对整个这个文件的一个注释呢 就是这样写的啊 就这样写的一个下滑线加一个信号 然后呢 结束的时候一个信号加上一个下滑线 这个叫做块注释 是对整块代码啊 是对整块的一个注释 整块的一个注释 当然你可以通过这个块注释 把我们的这个代码 把它注释起来啊 据说像把这一段代码全部都注释掉 那么我可以加一个斜杠 一个信号啊 然后呢 这儿加一个信号 一个斜杠 然后这个面里面 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代码呢 就被注释掉了 就被注释掉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颜色呢 在这个code blocker里面都变黑了 然后我先把它删掉啊 删掉 然后关于这个行注释呢 实际上就是两斜杠啊 两斜杠 就是两斜杠 这个就是关于注释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注释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内容 就是 关于这个注释的一个方法 注释的一个方法 那么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哪些位置呢 需要注释 以及常见的一些注释的一些格式啊 好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可以分成几个点来讲啊 几个点来讲 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代码的注释啊 代码的注释 代码的一个注释 第二个呢 就是对这个函数的一个注释 实际上也是分为三个层次吧 这个代码的层次呢 应该就是最 就函数里面的某些代码的一个注释 以及可能函数外面一些全局变量的一些注释啊 这是关于这个代码的一个注释 第二个这个层次呢 就要更 更宽一些啊 就是对这个函数的一个注释 第三个呢 这个范围就更大了 它是对这个文件的一个注释 对我们的这个C文件 或者是这个H文件 这个头文件 做的一个注释啊 实际上我们注释呢 主要就分成这三个 这三个范围啊 这三个把它分成是一个代码的注释 一个函数的一个注释 一个文件的注释 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写一些文档啊 写一些文档 但这个是跟注释没什么关系的 可能是一些说明文档啊 就说明了我们这个程序 要实现的一些功能 但是这个跟注释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 好 这个就是关于注释的一个三个层次啊 三个层次 一个是代码 一个是函数 一个是文件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代码里面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还是看到我回到我们的这个程序啊 回到我们这个程序 好 在这个关于这个代码的注释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嗯 我们其实没有对每句话 没有对每句每行代码都做注释啊 因为没有必要 像有的代码呢 我们一不了难 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干嘛的 比如说这句话啊 它就是定义了这么一个数组 而且对数组付进行了一个初值 给大家付了一些初值 就是1234578910 那么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功能了 我们没有必要写注释啊 然后这个呢也是同样的 这两句话也是同样的 那么这句话呢 实际上就说 如果就是我们这个 C元已经比较熟悉的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这个函数啊 叫inverse这个error 实际上就是调换这个数组 调换数组的顺序的这么一个意思 对吧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不用注释 但是我觉得大家初学的时候呢 那么对你 你写的某一个函数 你还是写一个注释在这啊 比如说这我就写了一个注释 它是一个排序的一个子函数啊 进行一个数组一个逆序排列 好 然后 然后这一行呢实际上是注释了后面的这几句话 注释了后面的这几句话 就是分别打印出来 这个排序前和排序后的数组啊 实际上是对后面这所有的一个打印语句的 这几个打印语句的一个注释 而且呢因为这个里面打印语句有提示啊 这个是排序前的数组 这是printf排序后的数组 所以说这个对每句话呢 没有做一个注释 只是做了一个对这一块代码呢 做了这么一个 用这么一行一个行注释来做了一个说明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里面呢 在这个指函数里面呢 我们对这个关键代码呢 做了一个注释啊 也就是这几行代码 就是对这个循环进行一个数值元素的一个兑换啊 然后做了一个注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代码注释 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啊 对关键代码要做一个注释 第二呢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对每句话都写注释啊 没必要对每句话都写注释啊 没必要写每句话都写注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代码的一个注释 那么可能同学就会问 那么我们什么什么时候该对这个代码注释呢 该该对哪行代码注释呢 实际上这个也是跟你的你的这个编码的经验有关啊 编码的经验有关 像有的刚刚接触到编码的同学呢 我觉得啊 大家就是对于你 就是某你写的某一句话啊 你可能觉得别人会不好理解 或者你自己觉得这句话比较重要的情况下 你都可以做一个注释 都可以做一个注释 那么等我们这个编码比较熟悉的情况下呢 而且我们对这个函数或者是这个变量的命名呢 命名的比较规则规则的情况下呢 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函数名啊 或者是这个变量名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句代码要做什么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比较一目了然的情况下 实际上没有没有必要专门又去写一条注释啊 专门写了注释 因为这个所以说代码注释呢 这个是就是适当就好啊 适当就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代码的一个注释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函数的一个注释啊 那么函数的注释呢 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函数的注释呢 我们是一般通过这种块注释的方式来注释啊 就是我们用一个下滑形的 加一个信号 然后里面是它的一些相关的注释语句 然后后面呢 加一个信号 加一个斜杠啊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块注释来注释一个函数 来注释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注释呢 我们一般会放在这个函数的实现的前面啊 然后里面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对这个函数的一个说明 或者说这个函数的一个介绍 那么主要就说明我们这个函数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就是一个函数名 然后呢 就是一个参数 它传入的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又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输入参数 一种叫做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但有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函数根据你写的这个函数不同 可能它会有的时候有这个输入参数 有的时候 没有输出参数 有的时候甚至什么参数都没有啊 然后最后呢 就是这个函数的一个返回值啊 返回值 当然我这个里面是 没有返回值的 所以说我写的无啊 写的无 在某些这个公司里面 它甚至对某个函数 它也会要求你对这个函数呢 要规定一个版本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里面还有关于这个对这个函数的版本号 一个说明 还有它的一个修改的历史的一个说明啊 修改的一个历史的说明啊 比如说 甚至还要写 比如说作者啊 可能还有些作者是谁修改的啊 还有些这个修改者啊 修改者 然后修改时间 然后修改的标记 修改标记 可能还会有这么一些内容啊 这么一些内容啊 这就是关于对这个函数的注释啊 然后这个面函数 我也简单的写了一个注释啊 这会关于对函数的注释 然后我们也给他看一下 在一个项目里面啊 在一个项目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植物宝的这么一个项目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注释啊 它的一个注释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是有英文有中文混合写的 这个也没关系 大家也可以这样来写啊 这个首先就是一个函数名啊 它的一个函数的描述啊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返回值啊 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这就是在一个简单的一个项目里面呢 它的一些注释的一些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它的这个函数的注释 是每个函数都写了注释的啊 所以说对于函数的注释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啊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比较重要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来看一下 对整个文件的一个注释啊 对整个文件的一个注释 好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 这个对整个文件的一个注释 这个是对我这个面点c 这个文件的一个注释啊 它是放在最前面的 那么讲到对文件的注释呢 实际上就会讲到后面的内容了 就会讲到后面的内容 也就是讲到这个呃 商业代码一个基本要求 关于版权和一个版本的一个声明啊 关于版权和版本声明 这边就开始就直接给大家讲了啊 然后为什么要谈这个版权和版本的 因为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有时候你写了一段代码啊 你写了一个代码 它可能是比较有商业价值的 那么你希望啊 你希望别人呢 不要乱用你的这个代码 或者说如果真的要用你的这个代码呢 可能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在你的代码写 写上你的这个版权的一个声明 以及对这个当前的一个版本的说明 那么版本说明呢 实际上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个写的这个代码呢 你可能肯定会对它进行修改啊 或者说要做一些优化 或者要修改一些bug 那么你只只有通过这个版本的一个控制呢 版本的一个控制 或者是版本一个说明 你才知道我当前的这个代码 它是哪个版本 我改了哪些地方啊 我做了哪些优化 这样子才不至于你每次要修改的这个代码呢 都都应该是从你最新的这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一个修改 就不至于每次你会拿一个老的版本拿来修改啊 甚至在一些比较公 在一些公司里面 它会有专门专门的一些版本服务器啊 相信大家也听说过啊 通过这个版本服务器呢 会对你这个代码的一些版本的做一些比较智能化的一些管理啊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版权和版本声明的格式啊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文件的一个说明 对文件的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直接回到我们这个代码里面啊 大家看一下啊 对这个版本的一个版权的一个说明呢 首先就是有这么几句话啊 就是公司信息啊 公司信息还有所有的权利保留啊 然后后面呢就是关于这个文件的一个说明 首先就是文件说明啊 然后文件的一个标识文件的一个摘要文件的一个摘要 然后呢就后面的一个就是文件的一个版本 那么版本我这个是1.1啊 我这个是自己写的一个版本 然后是作者完成日期 那么取代版本的这个是对我 因为我是1.1肯定是有1.0的啊 然后是有1.0的 而且我这里面实际上还有一些没写完的 就是这个说明啊 说明就是修改说明啊 修改说明就是我这个1.1 升从1.0升级到1.1 它是怎么来啊 怎么来升级的修改说明或者是升级说明都可以啊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版本和版权这个说明啊 也就是对这个文件注释的一个方法啊 这一个格式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一个商业项目里面啊 比较商业化一点的项目里面他们 他们是怎么来实现这个文件说明的文件说明的啊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找一个啊 我们找一个找一个库吧 找一个利博库啊 这个库呢实际上是这个 CPU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库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在这个里面呢 他他这个虽然是全英文的 不过还是比较规范的一个 一个文件的一个说明里面就包含了 文件名啊作者然后版本号 版本号以及一个时间时间还有一些摘要 摘要啊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啊注意事项 里面这个注意事项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对版权的一些说明啊 这个就是关于注释啊关于注释 以及我们这个版权和版本的一个声明啊 然后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教材里面呢实际上对这个注释呢 他说的更加的这个更有条理一些啊 更加的详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他会有一些规则啊 这个注释就包括了刚才给大家讲的 接口说明版版本说明 重要的代码这个刚才都给大家讲到了啊 然后像这些注释呢 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 而且里面也也说了 这个注释呢 没有必要都加啊 没有必要都加入代码 这个也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然后大家下来呢 把这个它的规则呢 再看一下啊 里面有些例子 然后呢可以尝试着像这个内的版是大家不用管了 可以尝试自己写一些代码啊 简单的写一些代码 然后呢添加一些注释啊 添加一些注释 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我们的这个 第二个啊 编码规范的第二个小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讲解 好 好